例如5.1 先看看A部分 A部分是x10-0 負4x加5 等於多少 如果你記得我之前說過 其實限制有些法律 我們可以使用 今次我們會使用 C和D 其實限制可以派進去 乘法和加法 都可以派進去 所以先派 先派給加法 先派給加法 前面有限制有限制 你知道後面 5的限制有限制 是沒有什麼用 根據A的法律 你把限制有限制 就等於沒有給過 然後派給前面 根據成法 你就會知道 第二個法律 你會知道數字可以抽出來 所以我們一次過做 把負4抽出來 然後把限制 派給x 5 一樣不受限制 好 限制x10-0的x 就是0 所以就是 負4乘0 再加5 答案就是5 好 b 的題是一樣 另一個 這次的 就是10-3 第一項 我們知道 指定是 我們可以派給3個 而你會知道 第三個 是數字無X 所以更加不受 指定的影響 第二項 第二項 就是派給3 而我們知道這個派給它的時候,它是二次要處理的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Composive function F of G of X 的問題 既然二次方是一個Continuous 即是連續行數 所以Limut可以派入二次方入面 所以就會變成了派入到二次方入面 然後這個普通的X 以後再減四 那你就知道,Limut Xtend to 負三的X 就是普通的負三 所以答案就是8